深秋寒风撂翘 居住在西农山里的农民们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脱皮季 对人皮家来说 今年怕是脱骨也不成了 即便咬紧牙关省吃剪硬 即便每一厘米都上浇 可还是不够数 巡量关催了三四趟 现在 已完全失去耐心 就这些是吧 摆烂是吧 那好 把你挤抓走 夫人忙磕头 大人 明天 明天我们一定如树脚 夫人不是瞎说 她也下定决心 卖身 任凭哪里啃 卖身 那你还不如叫我去死 一家人枯虫一团 连空气都充满绝望 被逼到这份上 只能跑了 只要不被抓住 就还有一线生急 任凭告诉夫人 组里的花屋在大阪开店 兴许能投奔他 事实证明 任凭的决定明智无比 如果今天没走 结果就是被烧死 风餐露宿半个月 一家人终于安全到达大阪 哪知道花屋里眼皮都没抬一下 供别手帮忙 任凭沮丧至极 欲哭无泪 这弱大的大阪 难不成还能给饿死 任凭不信邪 到处摸索着求工作 结果是冰冷的 人家一看他这衰样 不动手就算仁慈 入夜 气温骤降到零下 动得两个孩子蹦蹦跳跳 本来就饿 现在又冷 不蹦脚疼 蹦了肚子叫 可谓难过 实在不行的话 做个了断吧 与其被冻死街头 不如好好告别一起死 夫人哭着说 任凭声音颤抖着说 不 一定有活下去的法子 刚说完 幸运至神变降临 两个孩子玩耍玩到粮仓 竟发现满地大白米 靠着捡来的米 任凭一家终于有了着落 别的不说 能吃上饱饭 比什么都强 有了成功经验 第二天任凭夫妇俩也亲自上阵 同时 夫人还靠着一文酒钱 稳住了地盘 能攒多少攒多少 攒起了就卖掉 攒起了就卖掉 如此十年 任凭一家终于告别贫困 用来小康生活 虽说不用再像以前一样攒米 但任凭的成功经验 已牢牢刻在灵魂深处 管家中三郎只算错失文钱 竟被任凭骂了一早上 连饭都不给吃 还有这小伙计 捡茶叶捡得慢了 也被一头臭骂 所谓财富 就是忍耐 勤奋和节俭 任凭的经验告诉他 节俭最为重要 就好比说这茶叶吧 为了多卖钱 任凭能用过的茶叶掺着卖 下次一直很反对 这也没几个钱 不知道的 任凭教训说 有一半的酒馆都把酒冲淡过 我只是混了点用过的茶叶 已经算很讲良心了 下次拨他不过 还每每走来批评 对了 还有收账 每到月底 吉太郎这小子就四处捧毁 人家说下个岳父 他就真的空手而归 任凭气得简直要骂脏话 一个月多少利息 下个月绝对不行 出来也巧 任凭刚出门 就碰上大板小喇叭木村 更巧的是 今日头条是花屋家 据木村打听来的消息 花屋借给大梅的钱收不回 闹了点矛盾 结果 结果就是直接被吵架 这个大房子要卖掉了 木村叹气说 得了消息 任凭一路小跑 他决定了 买下花屋的房子 不仅是为了生意 更为了十年前这条疤 可是 真的有必要吗 夏子觉得 情愿生活得舒服点 不要那么种负担 但毕竟 老爹是家里的皇上 什么都得听他的 三天后 各种手续办完 任凭一家正式搬进新屋 开门第一天 花店也被送来两份松 还说 这么宽的门面 这是必须的 任凭还管你这个 装饰要什么大小 有那意思就行 不仅如此 教杰言令禁止 不管是夫人还是小姐 都不需要这个 还有还有 不宁不洁的打扮什么 还把美容师请来家 钱多的烫手是吗 有点糟钱不得了了是吗 一番冷言冷语 说得下子满心委屈 不仅仅对家里 任凭对外也是如此 接到零元年度捐款 任凭只捐最低档 这些破事 意思意思就行 还有 年糕怎么能买新鲜的呢 新鲜的都是水汽 分量少 只有笨蛋才买新鲜的 柴米油盐 衣食住行 任凭没有一样不省钱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真穷 可在附近几个大户眼里 任凭是不折不扣的金鲜罐 只是还未打开 这不 信州大明路过大阪 大家例行接待 也干脆把任凭叫上 任凭不推辞 好酒好菜的 干嘛不吃 吃完喝完 该说再见说再见 想借钱 没门 任凭的眼睛从不往上看 上面都是下巴 有什么好看的 人生在世 要低头 不说钱吧 只要你用心 捡木头都能捡发财 说着聊着 来到一栋没人的新房子 满地木头 火啊 这可都是上好的柴火 正乐呢 一位太太走下来 寒暄一番才知道 同道众人 什么 当柴火 太太指着手中的包裹说 做成筷子卖给批发商 不要太赚哦 人屏一听 眼睛都亮了 凤冲道 你一定会发财 太太轻轻一笑 说 实际上 我已经很富有了 太太不是说笑 她正是大阪油屋 动屋的主人 两位理财专家 相谈甚欢 从节俭到节俭 聊了很多很多 末了 太太竟还帮独生子 提了提亲事 夫人迪格反对 那个寡妇比人品更厉害 嫁到她家去 当一辈子庸人 可是 这个家毕竟还是人品做主 更何况 哥哥也是支持的 婚姻不是儿戏 钱是保障啊 眼看丈夫儿子都说不通 夫人怒了 厉声道 反正我绝对不同意 听吧 人品起身骂道 滚 那里就滚 离开这个家 说着吵着 当时不好 夫人一个劲咳嗽 咳到最后 竟还吐了血 医生检查说 不是小病 但也不是不能治 只是嘛 治疗会很贵 还需要大量进口药品和补品 否则的话 完全没希望了 其他都好说 什么都能省 这下是妈妈 无论花多少钱都要治 这是想都不用想的 没想到 人品私存一阵说 你们真是笨 那医生明显是在骗钱 什么进口药物补品 最后都进他口袋了 聊着聊着 不知不觉一道天明 又该开晨会了 只走人品 钟三郎这才敢讲话 小姐 要不说这个药很管用 听到钟三郎的声音 夫人气耳有色地说 下子 下子就托付给你了 说完 夫人便嫁和习去 话说着油商动乌家 丈夫早年去世 太太一个人拉扯到儿子广次 辛苦多年 现在终于到了该庆松的时候 只要广次能娶上媳妇 只要能抱上孙子 这辈子就知足了 晚上跟我去守灵 顺便看看你有钱月账家 太太说 迷迷糊糊念了半个时辰 别的不说口干舌燥 肚子咕咕叫 今天会吃什么呢 摩托面还是寿司 说不好说不好 这个季节应该吃鱼 可谁知道 任凭出了茶水 什么都没准备 当然 任凭是有解释的 这是太太一言 不是我想这么干 可这帮中年人不同 广次今天来 并非为了吃 当然也不是为了看下子 实际上 他有心伤人 唯一的烦恼是 口袋空空 今晚去心听吧 我请你 广次说 心听 什么心听 吉太狼问 广次这才发现 这位有钱公子哥 竟然连红东区都没去过 哎呀呀 这怎么行呢 作为富二代实在不合格 广次拉着拽着 不仅在吉太狼认路 还给配了小姐姐 一切安排妥当 广次马上闪人 别问我叫什么 我叫雷锋 当然 广次没那么好心 他费心费力 拽来吉太狼 另有原因 倘若这个月底 再拿不出三百两 龙爷就会被卖到信州 给人做小切 放心啦 那家伙有钱 他绝对会答应我 正如广次预料了那般 只短短一个时辰的功夫 吉太狼 已完全不省人事 天堂啊 这才叫快乐啊 吉太狼抱着一击不放手 像块牛皮糖 趁着热乎劲 广次好说歹说 舔着脸借钱 三百两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广次抬手一指 说 不只为了我 也为了你自己 哥哥的幸福又着落了 妹妹呢 妹妹就惨了 董吴太太已重视上门提亲 这下中三郎慌了 倘若不做点什么 就真的要失去下次了 与此同时 董吴太太满面春风 不要买些没用的嫁妆了 折成现钱好了 任平一愣 钱 什么钱 我没有嫁妆钱 一分钱也没有 太太嗷了一声 心想 没嫁妆也划得来 这样 那你不用出钱 我这边出三十两怎么样 任平拨动算盘珠说 五十两 太太灭了一眼 三十五两怎么样 任平又一伸手 说 取个中间数吧 四十两 就在了吝啬鬼搭成一致时 中三郎和夏子已经完事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私奔吧 夏子说 话音未落 吉太郎突然回来 刚好撞见准备逃跑的中三郎 不要害羞啦 我早就知道你们俩的事 哥哥既然知道 请帮帮我吧 夏子求道 吉太郎玩耳一笑 说 别怕 广次那小子爱上一记 很快就要颠了 正如吉太郎说的那样 广次自从知道吉太郎会拿钱后 便再也不藏着掖着 反观他老妈 连段查钱都舍不得付 还有何人蔡丁可 倒霉还是人品倒霉 蔡丁可输了不说 钱还掉到地上 同一时刻 吉太郎搞到地下室钥匙 金条金块装了个够 少爷 你怎么了这是 没 没什么 闹肚子 有点闹肚子 就这么着 父子俩一进一出 西瓜换芝麻 芝麻比天大 快 你们俩提灯笼去找 一定要找到 冬天的河水冰凉刺骨 就为一文钱 这实在让人恼火 喂 在干嘛呢 玩泥巴 中三郎冷着脸说 找钱呢 帮主人找一文钱 荒唐 简直是荒唐 别干了 在少爷的帮助下 中三郎顺利找到一文钱 顺利交差 更顺利的是 广次那小子 已经连夜带着一级跑了 不过细心的人瓶 终究还是发现了秘密 这钱 这钱好生熟悉 但人瓶跑到地下室 空了 空了 空空如烟 人瓶咬牙切齿 马上将中三郎拖到前厅 说着叫报官 鸡太郎扑斥一笑 说 我才是贼啦 妈妈的命不如钱 妹妹的命也不如钱 钱钱钱 你已经疯了 哦对了 成全他俩吧 人家已经私定终身 当晚 鸡太郎即收拾行李 离开这个为钱使命的钱窝 而下子 也以下定决心 追随中三郎 任平怒吼道 不行 你要嫁到洞屋去 下子小号说 我倒是想 人家儿子和妓女私奔了呢 如此 原本人丁兴旺的家 只收下钱 两个理财专家再次相遇 多宠孤寡老人了 洞屋太太一个劲地哭 我攒了一辈子钱 谁来继承啊 难不从带到坟墓去 人凭 像什么击中一样 弯弯叫大喊着跑出门 将自己死死锁在地下室 我的钱 这都是我的钱 谁也不准动 救命 三百六十四重 scream 大喊着 三百六十四重